徐老师 我觉得三十年代 那个时候抵制日货 真的还有点道理 因为它的确是日本的利益 现在抵制日货呢 有点经济上没头脑 因为那些都是中国生产 对不对 但是跟那个 把日本的书去掉 我觉得那个性质还是不同 现在这个愚昧是前所未有 因为我想证告他们 如果你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我们的政府的报告 我们党的文件 甚至我们的宪法 都得重写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大量的术语 都是日语进口的 警察就是 警察都不能叫警察 服务 组织 纪律 政治 方针 政策 申请 经济 科学 商业 干部 健康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所有这些词 都是日语汉字进来的 甚至社会科学 都是日语翻译 这些词是当时西方概念来了以后 日本的翻译家 借用了我们的汉字 做 但是其实意思不同 比方经济 我们本来就有经济 那意思不是这样 金平美里边又成经济 一个人 我们是经事 救济 但是他现在 那个严妇就反对 严妇说要翻成技学 才比较好 但不管怎么样 这些日语汉字 已经渗透到 我们所有的文化里边 对 你都产出 对 但是我跟你讲 旭老师 这种如果是蠢事的话 这种蠢事 日本韩国都干 你知道就是日语里边也有这个评假名 骗假名 来自于汉字的 日本也有极端势力 就是叫嚣 所以很多年前就开始了 就减少汉字 去掉这个 韩国文字里边 原来也有很多的汉字 现在已经减少了很多了 就现在你在韩 韩国文字 基本没有了 去中国化 这就是他们当年的去中国化 这就去掉去掉 甚至咱们可以说 那现在在牢里的阿扁 也不是忽悠着要干这事吗 就是去掉你这个中国影响的痕迹 可是日本这几年相反的地方是 他反而汉字的总量增加了 日常使用汉字总量 他们又回复了某程度 因为他们慢慢会发现 这种极端不只会摧毁掉 所谓中日关系 而且是那也是自己的文化 因为日本有一千多年 他有一千多年用汉字的历史 日本今天有大量的古典文献 是用汉字写的 但大部分日本人 没办法直接读原著 因为他不懂汉字 所以文化就不能讲纯种 纯种很快就灭种了 根本没有文化是纯种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 德国这么欺负我们的时候 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所以今天 北京图书上 这些人谁发出这样的命令 那正是 如果说是日本人 真的那么邪恶的话 这是他的代理人 这是伤我们中国民文化的 这个中书的动作 汉奸是吧 但是咱们也得对付他们 对付不是靠这个方法 不是靠 你应该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你不要老看藏起空 对不对 咱们不这件事